在整个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 甚至是台湾附近的海面 是一个整个大的低压带 那所有的云系和水汽主要都会在低压带之内 距离台湾最近的就是我说一下所指的 在台湾东北侧的这一颗热带性低气 预计未来会持续的朝西北方向前进 那在这个期间呢 台湾就会受到它的外围云系的影响 所以多多少少会顺着风向带来一些云系 那在整个大低压带之中 台湾南侧其实是吹比较偏南风为主 所以其实在台湾的中部的尤其是台湾海峡上 其实是会有一些风向符合所造成的 比较强烈的对流也有可能会移入到陆地 所以要请大家特别留意 在今天的上午开始呢 其实在整个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北部 都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 今天白天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在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云系影响 在整个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北部 甚至是东南部的西北地区 其实都会有一些水汽的移入 那甚至到整个遍南部的地区 会有一些比较强的局部的大雨出现 那到21号晚上到22号 整个水汽移入的状态下 尤其是基隆北海岸北部 南部东南部地区都要留意 可能会有局部好雨发生 当然也会有短延时强降雨 请大家要随时注意我们的即时天气的讯息 那到23号整个第二代还是有影响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降雨趋势是已经有缓慢的在减少当中 那到了24、25号第二代逐渐远离 降雨的范围会逐渐的减小 但是因为水汽可能还是稍微有点残留的情况 所以还是要留意 可能在5号里降雨的部分 也是有可能会有比较大一点的雨势发生